与你一起分享娱乐圈的那些事 赶紧来看看我这次带回来了什么好料吧 10月16日根据台媒的报道 知名主持人胡瓜自曝近年疾病缠身 6年内共计开刀3次 幸好全是小手术 现年62岁的胡瓜原来是一名普通的舞蹈老师 因为口齿凌厉反应敏捷 他得到张飞的赏识 对方邀请他一起主持秀场节目 他果然没让张飞失望 两人搭档默契十足 总能引得台下观众哈哈大笑 在合作了10年后 胡瓜与张飞正式分道扬镳 并各自进军电视圈 凭借着出色的义务能力 两人在电视圈混得风生水起 先后主持了多档收视很高的综艺节目 与张小燕吴宗宪并称为三王一后 对于内地观众来说 胡瓜让人印象最难忘的节目 应该是90年代风靡一时的相亲节目 非常男女 节目中他的语言幽默 与嘉宾互动有趣 看得观众如痴如醉 一到播映时间就蹲守在电视机前 如今已进入花甲之年的胡瓜 依旧是娱乐圈的香波波 手握多档节目的资源 其中由他主持的游戏节目 综艺大集合 不仅收视高涨 还多次入围金钟奖 成绩斐然 不过他似乎对做节目产生倦意了 去年曾自爆想退休 最近他多次缺席综艺大集合的录制 这让人不禁怀疑 他的身体负荷不了高强度的工作 想请辞了 昨日胡瓜进摄影棚录制某节目 大方回应了外界对于他的猜测 曝光的近照中 他上身穿着灰色外套 下身搭配深色裤子 脚蹬运动鞋 打扮年轻有活力 已经62岁的他 皮肤紧致少皱纹 身材略显发福 但不算太臃肿 脸色红润精神奕奕 只是他的年纪始终不小了 身体出现小毛病在所难免 胡瓜表示 录制这个节目快七年了 感谢节目让他认识很多医生朋友 在医生们的提醒下 六年来他做了三次手术 把身上的小毛病根治 以免夜长梦多 他坦言 前阵子脚步出现不规则黑痣 连续被不同的医生建议最好切除 担心患上皮肤癌的他 立马入院做手术 除了黑痣 他还有肾结石 脂肪瘤 以及指甲内嵌等毛病 现在也一一解决了 他感叹道 有小问题就要及时处理 不然变成大毛病就麻烦了 胡瓜主持的节目 《医师好辣》即将迈入七周年 他15日近棚录影 感谢节目让他认识许多医生好友 在医生们的提醒下 他六年来动了三次刀 把身上可疑的病灶全都切除 以免夜长梦多 胡瓜表示他动的刀都是小刀 包括切除不规则黑质 脂肪瘤和拿掉肾结石 他先前脚上不知何时长了黑质 连续被不同的医生提醒 最好先切除 不然怕演变成皮肤癌 他肾结石是因为发作才拿掉 其他像是动甲 则是整片指甲拔除 他也认同有小问题就要及时处理 不然变成大毛病更麻烦 去年的年底12月31日 胡瓜就有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分享了自己的受伤照 照片中胡瓜的背后可以看见明显纱布照片 右腿膝盖处也有 看起来非常吓人 除了晒照片之外 胡瓜还发文称 谢谢大家关心 昨天看完医师 休息一夜 叙事待发 全力以赴 当时他究竟为什么会受伤呢 据悉胡瓜昨日在录制节目时不慎重摔在地 足足在地上躺了20秒起不来 当时天气不好 下过雨的路上很滑 胡瓜在录制节目期间一不小心就摔倒在了地上 如果是年轻人摔一下 可能拍拍手就站起来了 但对于当时已经60岁的胡瓜来说 就显得有些困难了 据了解 胡瓜摔倒在地上后 周围的人起初以为是他本人制造的节目效果 还发出了大笑声 直到发现他许久没有起身 才意识到不对劲 胡瓜本人则表示 摔倒后完全不敢移动自己的身子 还担心自己的腿会不会断了 除了担忧自己的现状之外 胡瓜还表示 怕影响到第二天的跨年演唱会的主持工作 都这个时候了 还想着工作 为这样敬业的艺人点赞 所幸的是 胡瓜在摔倒之后 很快去找了骨科医生看病 经医生诊断之后 胡瓜只是膝盖有些淤青红肿 只要对伤口进行冰敷后 就没有什么其他问题了 第二天的跨年活动也可以照常出席 据了解 胡瓜摔倒之后 身旁的许多人都很紧张 尤其是艺人黄百祥 据说他都快被吓坏了 这么多人都很紧张胡瓜 看来他在演艺圈中的地位确实不小 此前胡瓜的女儿小珍 在社交平台晒出一家温馨合照庆祝 引发网友热议 有网友留言直指丁柔安是破坏人家家庭的小三 对此小珍亲自回应 谢谢你对我们家的事如此热衷 请别模糊了焦点 而丁柔安接受媒体访问时也大方回应 对于网友攻击丁柔安 介入胡瓜婚姻仪式 丁柔安大方表示心情没受到影响 大家每天都健康平安幸福 这不就是最好的事吗 他也透露平时没有过节习惯 加上昨天胡瓜回到家也快半夜12点 就是每天都平安健康顺遂过日子 充满感谢的心就好了 胡瓜是曾经的综艺大哥大 有他在的地方不会少了笑声 其随着年龄渐长反而越来越胖 双下巴十分明显 不过他面色红润 精神状态很不错 近日胡瓜受访的时候笑说 其实已经不计较很多事情 眼界也已经跟先前不一样了 大方透露 其实才刚跟秀秀吃过饭 而现任老婆丁柔安也全都知情 胡瓜60多年的生命岁月 几乎有40年都在演艺圈度过 一路上除了走过各种风风雨雨 也奠定的现在的天王级地位 而时间的磨练也让他坦言 过去很多脾气全都没了 尤其自己50岁左右 曾经历男性更年期 会莫名其妙对媒体朋友 工作人员发脾气 或是莫名对工作要求太多 引起很多人的不满 不过现在已经过了那个时间点 现在心境大转变 心态完全不同 对于人生中很多事情 也都有不同的看法了 其中跟老婆丁柔安 还有小珍妈妈秀秀的关系如何 他也坦言 其实跟前妻的关系就跟家人一样 大家已经不是以前那种感情 每个月固定都会吃饭 丁柔安也都知道 现在我也正在跟他传简讯 关系早就变成朋友家人 直呼跟过去相比 已经变得更加成熟稳重 胡瓜的女儿小珍也笑说 看到爸爸妈妈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回忆 心里也十分感动 其实有时候感情的事情真的很难讲 最后也可能升华成朋友家人 不过丁柔安也真的超大气的 也不愧是胡瓜大哥最后的好归宿啊 胡瓜透露 这支表是30年前他与秀秀一起买的 对他有很重要的意义 离婚后秀秀拿走了 他一直不好意思跟对方提 秀秀无意中知道后 便把怀表当礼物送给他 让他很是惊喜 对于老公与前妻的互动 丁柔安似乎不太介意 从来没有公开吐槽过什么 据悉胡瓜在演艺圈摸爬滚打30多年 因为长期主持外景节目 拥有众多粉丝 他的主持风格以及亲和力 都感染到了不少人 大家都喜欢称他为综艺大哥 胡瓜刚开始出道的时候 是在玉女歌手沈燕的节目 燕在灵梢中做助力主持人 后来陆续才接下了钻石舞台 连环炮 百战百胜 金曲龙湖榜等节目 在这些节目中 他凭着幽默风趣 还略带夸张的主持风格 获得了许多观众的喜爱与认可 在主持界风生水起的胡瓜 却在1994年经历了人生低谷 当时事业一度遭到重创 但他本人没有被击倒 不仅重振旗鼓 还将困难转化为机遇 接下了综艺大赢家 综艺大集合等节目 这两个节目在他的带领下 创下了很好的收视率 连续多年居收视率榜首 成为综艺节目黑马 如今胡瓜62岁了 依旧对工作充满激情 索性这次发生意外并无大碍 真是惊险 胡瓜坦言 自己已经62岁了 不能再为工作如此伤神 很多事情却让他内心纠结 我演艺工作做了三十几年 这战场吃紧 现在节目一开 可能几集就被停掉 我们都得面临这样的考验 但目前他手上多达五个节目 胡瓜透露 就会慢慢看到我一个一个淡出 先不讨论这个 这是人生规划 不得不说 胡瓜真的是一个很注重健康的人 难怪能成为娱乐圈的长青树 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 他能给观众带来更多的欢笑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 明星的去闻去世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